Allo 大家好 這是王狗 這位 沒錯 喔 不要叮咚叮咚啦 我有兩件事要告訴你們 第一個呢就是 黑哥他警察放榜結果出來了 那第二件事呢就是 我有看我IG的都知道 我可能會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一部 衝往異世界的電梯 當時我就是去我朋友家 挑戰這個都市傳說 結果影片上傳之後 他們的管委會看到我的影片 也就認為我對他們社區的名譽造成了損害 他們想要告我毀謀罪 那我自己也覺得說 既然都造成人家的困擾了 二話不說我就把影片下架 我覺得做好的事情 不要影響到他了 這才是對的 for real 我要再次幫這社區呈現一下 他其實就是一個 完全很正常的社區 有看過我那部影片的人也知道 我也沒有感覺到任何靈異的現象 頂多就是 心裡自己會給自己產生一些 心理壓力這樣子而已 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 對我提出告訴我是幹嘛的 但是我覺得我 該做的我自己做好就好 那後續的事情 我也就不要再PO影片追溯了 想要追蹤這些事情的人 可以看我的IG或是FB 接著呢 一直以來 都很多人問了 我們的黑哥警察 到底有沒有弱把 我現在打給他 你親自聽他講 喂 喂 嘿 東東啊 我現在在拍片 OKOK 然後我要 問你說 你的檢查 放榜的結果怎麼樣 落把 我們東東落把 對 其實分數比較高一點 我看最低度提高是58.7 有沒有 一個完美的藉口 差一點點 大概差3分吧 30分 那你覺得 你覺得真的跟 潛仙這個東西有關嗎 我覺得沒關 所以我 我玩了這麼多 你還是不相信 你依依這種東西 呃 是 OK 我們的黑哥還是一樣 秉持著他 鐵齒的心態 好 OK 好 謝了 加油 掰啦 OK 這就是我們 最後的結果 黑哥 弱把 我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那今天上傳一個 廢片啦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按喜歡 謝謝你們 我是網工 掰 那講真的呢 這一次 我玩通往一世界電梯 我給的評價是 對 沒錯 就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咧 明明現在是鬼月 可是我 玩了也沒有事情 只有感覺 玩的時候比較毛而已 而且那種毛是 當下心理壓力很大 不是感覺 周遭有什麼的這種毛 那我剛剛看了劍 也完全都沒有事 我還聽了好多次聲音 也都沒有發現什麼東西 可能我太常坐電梯了吧 對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 大家喜歡我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按喜歡 那謝謝大家 我是網工 掰 我喜歡 我們快點 我們再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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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